过去的一年,各家卫视和各种形态,各此不疲地推出自家的殷宗节目,都希望在打造品牌的同时,获得良好的口碑,占据广阔的市场。 其中的佼佼者,莫过于芒果台,而最出彩的殷宗节目,则非生生不惜莫属。 经过港乐记的打好基础,宝岛记的充分发挥,嘉年华似乎必将顺势而为。 七七节目下来,点赞的固然大有人在,而吐槽的也不在少数。 这样的局面,其实不难理解,盘面大,受众多,必然不同的意见也多。 撇开一些议论中所指出的,真人秀之尬与选曲之不够上心,生生不息,嘉年华在收获了一波不错的收视率外, 还是在诸位业务精湛的歌手的加持下,显示出了不一般的品质。 由于节目采用的是录播形式,在三宫下半场还未播出之际, 实际上,四宫的节目已经准备开启录制模式了。 因此,万能的网友小伙伴们也已经提前剧透了四宫的部分曲目名单。 四宫的敬演,除了两位华语乐坛出色的中生代女歌手袁亚维和张碧晨的加盟外, 根据歌单,这一轮的曲目颇有令人惊艳之感,再加上这些经典歌曲的重新演绎者, 第四轮敬演,必定造成生生不息,嘉年华的一次小高潮的诞生,也必然会有出圈的歌曲出现。 周深、陈楚生、袁亚维、张碧晨都既有个人solo的部分,又有合唱的部分。 除了与谭维维合作厅之外,周深将独唱陈丽原唱的毅然已爆炸。 这首并不抒情的歌曲,在周深清澈透亮的嗓音下,将呈现出怎样的可能性,颇为令人期待。 而陈楚生在与王心灵合作后者的代表作《大面外》,也将独唱《南山南》。 从曲风与风格上而言,《南山南》与陈楚生此前在节目中唱出圈的胡广生有一曲同工之妙, 陈楚生独具故事性的嗓音,以及局外人士的唯唯到来,不慌不忙的演唱方式,颇为适合演绎此类歌曲。 再加上他的声音中的颗粒感与破碎感,《南山南》,想不出彩都难。 其实在《生生不息》,《嘉年华》中,前辈重量级歌手孙楠、韩红似乎并未唱出特别出圈的歌曲。 反而是几位终生代歌手,比如南队的周深、陈楚生、汪苏龙、女队的王心灵、谭维维、郁可维,表现出了优秀的业务能力、舞台的感染力与把控力,以及超强的可塑性与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接连两首二与B歌曲《最美》改编自己后,在这一轮,宋亚轩将依旧处于自己的舒适区,那就看他的版本的唯一,有什么不一样了? 《生生不息三》作为一档备受瞩目的音乐竞技类节目,每次的PK对决都让观众充满了期待。 在男女队的对决中,男歌手的选择和表现成为了焦点之一。 根据他们的态度和表现,可以将男歌手们的反应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以汪苏龙为代表的第一种类型,他们在被选中时直接在被踩环节中表达了回绝。 汪苏龙的态度虽然直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他对自己音乐风格的坚持和对竞技压力的谨慎态度。 他可能更愿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在竞技场上冒险。 其次,胡彦斌和孙楠代表了第二种类型,他们的态度和表达更为直接。 他们可能更加自信,愿意接受挑战,并在PK中展示自己的实力。 他们的直接态度也可能源于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竞技的渴望,他们愿意接受任何挑战,以证明自己的音乐实力。 第三种类型是由周深所代表的模棱两可的中间人态度。 周深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时,显得更加舒适和灵活。 他可能既想要接受挑战,又不想承受太大的压力。 他的这种态度可能会让他在竞技中保持一定的优势,同时也能避免过度的压力和批评。 尽管女队在最终的PK中没有选择任何男歌手加入,这成为了史上不公平禁忌的开始。 但实际上,男女双方的音乐实力并不向上下。 因此,具体的对比还需从歌手的人气上来看。 从人气上来看,女队中人气较高的歌手可能只有王心灵。 而男歌手方面,人气较高的可能有周深、宋亚轩、汪苏龙和陈楚生等人。 如果从人气上进行对比,男歌手似乎完胜。 然而,节目在后半季中迎来了林一连的加入,她成为了女队的一张王牌,也是节目的王牌。 林一连的加入无意为女队增添了强大的实力和人气,使得比赛更加充满悬念和看点。 生生不息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观众可以期待更多的精彩对决和惊喜表现。 无论是男女歌手们的实力对抗,还是她们的人气比拼,都将为观众带来一场音乐盛宴。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谁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音乐王者。 还记得之前评价七美帝的时候,笔者给大家说了一句,现场很喜欢,但是改编并不适合合唱。 那么这次的逆光,改编就是非常合拍的。 而且我非常开心能够看到周深和陈楚生第二次合唱,两位歌手的嗓音是很适合放在一起的,只是对歌曲的改编要求比较高。 零妖,这一次和七美帝不一样的是,开始部分选择了由周深主导。 旋律音高,由周深唱主音,尤其是主歌部分,周深的声音溢出来,逆光改编的温暖氛围就立刻出现了。 这一场段演唱,陈楚生都并没有出声,一直到副歌部分。 副歌部分各位聆听的时候应该注意几个细节。 首先,周深演唱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加入太多的力量感,而是完全投声主导,柔声为主。 这样做的原因是,陈楚生的声音加入以后已经有了底部支撑,周深不需要再额外添加力量了。 其次,陈楚生在副歌部分第一段选择的是第八度和声,并没有加画。 最后,在副歌部分第二段的时候则是选择了加花,情绪层层推进。 02,聊完周深主导部分,我们接下来聊聊陈楚生主导部分。 在陈楚生演唱的时候,其实各位就能明白,陈楚生为何能够活。 他的声音足够温柔,质感也足够好,很抓人的嗓音,尤其是在主歌部分。 不过,陈楚生演唱的部分整体并未能够超过G4,这样的选择好处就是,周深可以直接高八度和声。 并且,由于周深的唱功恰好能够在C5、F5之间制造力量感,让歌曲第二段副歌部分的听感显得更加震撼。 这一段陈楚生的演唱难度并不高,大多数的流行男嗓都可以轻松拿下。 03,在两人各自主导一段之后,接下来就进入了各自的加花阶段了。 首先是我不想再去抵挡,抵挡的挡子C5转声A4,周深这里完全使用了他的平衡混去演唱,头胸声比合适,让声音质感更震撼。 我身旁的旁字,周深和声部分达到了声第五高音,几乎呐喊式地演唱。 歌曲到这里也正式进入了高潮阶段,周深演唱高八度,陈楚生则是低八度,字字句句,层层递进。 这里最后陈楚生的呐喊,盲字,达到了声F4,音高并不算太高,但是由于陈楚生的演唱特点,导致这一处给人绷紧的感觉,更加华丽。 歌曲最后阶段,强烈建议各位还是去看原视频而不是听歌,只有现场才能感受到歌手真正想传递的情绪。 整首歌曲的改编我都很满意,尤其是在最后部分选择了周深适合的音高去演唱而非陈楚生。 因为不管如何思考,声音在达到一定高度以后都会更加华丽。 歌手在第四演唱的时候,也完全不可能制造出第五的听感,最后的高音往往是最振奋人心的。 这一点,周深做到了,陈楚生也配合得非常好。 最近可能考虑专注于某一个点去写歌手了,恰巧近期的《声声不息》我个人还挺喜欢看的,所以后续会考虑专注《声声不息》。 大多数网友或许都只是看了正式版而并没有选择去看《假更》。 这部,微播片段已经更新了。 其实通过微播片段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关于歌手的故事。 林妖,陈楚生和周深在这一期节目中一起合作了一首《逆光》。 这是两位歌手在本季节目的第二次合作了,上一次是《七美帝》。 相较于《七美帝》,我个人会更喜欢《逆光》一些。 因为《逆光》的音乐内核,恰巧是周深和陈楚生都需要传递的,也是两位歌手曾经或者现在经历过的。 而互相点评环节,周深一开始点评了陈楚生,我觉得《声歌》很适合做投资。 不过有意思的是,陈楚生表示,反倒是我真的,做什么投资都没成功过。 而陈楚生对周深评价的这段话,则是让我彻底明白,为何周深能够这么成功。 02,我觉得深深做什么都可以,他很爱去钻研声音,因为我比深深大,我觉得他可能在这个阶段领悟的东西, 我可能在他这个阶段的时候领悟不到这么多,这一段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是互跨,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的确表明了业内人士对于周深的看法。 周深足够努力,足够勤奋。 观察一开始的周深和现如今的周深,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点,逐渐外向,我仍然记得中国好声音时期的周深,那会儿的他是腼腆的, 如果让他周围围着一圈人,还让他唱歌的话,他恐怕很难不紧张。 而现如今的他,已经完全能够随意地开麦唱歌,并且自由自在地做节目效果了。 从最初的那项到如今的外向,这其实都是逼自己的结果。 第二点,唱功越来越强悍,这一点,各位仍然可以对比, 如果说一开始的周深靠的是天赋,那么如今的周深,靠的就是勤奋了。 细腔这玩意,一开始的周深是不擅长的。 怒音这东西,周深一开始是未曾熟练掌握的, 小字三组依然有着较高质量的凶声之称, 也是以前的周深仅靠天赋做不到的, 而以上种种,都是周深在后期通过自己努力去学习的。 正如陈楚生所说,他愿意去钻研,他想去思考为什么。 第三点,谦虚不自大。 不管各位对周深或者周深的粉丝是什么看法,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周深在拥有着强大唱功的情况下, 依然维持着谦虚不自大的形象。 这一点其实是很难得的,自己拥有了实力和人气以后, 很多人就容易飘起来,飘得越高,摔得自然也就越惨。 第三,其实周深现如今对待音乐的态度以及发展路线, 让我想起了两位歌手,一位是薛之谦。 薛之谦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只有一首认真的雪。 那时候的他,真的就仅仅只是一个段子手, 很多人即使听过认真的雪也不认识他。 而后来演员出来以后,薛之谦也并没有就直接投身到音乐中去了。 他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选择了综艺去增加曝光度和挣钱。 靠综艺养活自己的音乐,这并不丢人。 而另一位歌手则是汪苏龙。 各位回想一下就会发现,汪苏龙参加的真人秀节目可不算少。 在《我是唱作人》的舞台上,汪苏龙就曾经和导演敞开心扉, 他并不是真的擅长搞笑,而是学习搞笑,必须搞笑。 他要靠这样的方法,让节目好看起来。 节目好看了,他自然也就越来越好了。 04.陈楚生和周深的聊天模式,我是喜欢的。 不管互联网如何抹黑,歌手本人并没有展现什么黑点, 其实都是空穴来风。 周深的人品如果不好,恐怕也不会有这么多大佬喜欢他了。 我倒是很好奇,这一季生生不息,周深是否还会有独唱主流流行歌曲的机会, 如果有的话,他会选择什么呢?